那表示說什麼 27.6 表示說他需要增胖 增胖的意思 他的體重45公斤 可是他標準體重應該是57.4 那表示他太瘦了嘛 對不對 所以增健體重1%是說 他要增胖27.6 那相對的底下有-8.1 這個表示說他的體重是80公斤 可是他標準體重其實是73.5 所以他要減肥 他減多少負8.1 就是減8.1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的結果是什麼 當然兩重的是標準不標準 可是我不是要標準標準 我要看到結果是三種 一個是過胖 一個是過瘦 一個是標準 那要怎麼做 我要看到不是兩分喔 像今天題目是標準跟不標準而已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分兩階段做 先分兩個標準跟不標準 再把標準不標準的不標準 再拆成過胖或者過瘦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三個結果做出來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用什麼方法 其實答案沒有一個不只一個 你可以用and的邏輯 你也可以用偶爾邏輯 結果做出來應該都OK 所以這個是有關利用那個偶爾跟and 所以其實邏輯裡面最重要的是 不外乎就是多重 可能進階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了解哪些是交集 哪些是連集 那如果你這些都熟啦 我相信你以後在處理邏輯的問題上面 應該都會很架輕就熟的 一樣就是先做什麼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話就插入函數一樣是if if裡面的話因為要放 其實我們可以看要判斷標準的 如果用偶爾的話是判斷不標準 所以我用偶爾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地方用個or 那偶爾我習慣在裡面直接打 我不用前面這個插入函數 因為如果前面插入函數的話 會變亂掉 你要跳出來 然後又要告訴你說 程式有錯誤 我覺得不要麻煩 乾脆自己在這邊打個or前刮鬍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呢 增減體重百分比 點一下J4 如果它大於多少 大於5% 所以你就輸入5% 不標準嘛 因為它是過瘦 應該要增胖的 痘點第二個條件 所以你痘點呢 J4如果什麼 小於-5% 那它是什麼 它過胖了要減肥 後刮鬍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這兩個條件是屬於不標準 所以也許我可以先打一個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就是標準 OK 那這樣的話呢 按確定之後 它其實呢 會自動幫我顯示標準不標準 有沒有 就一下就做出來了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 除了